資訊化 資訊化是南疆大學最重要的教育理念之一 南疆大學可以說是全球第一個取得 ISO2萬資訊服務管理國際認證 而且也是國內第一個 通過國際資訊安全機和規範認證的學術單位 數位周端曾對大學進行數位環境的評比調查 本校也是獲得第一名 曾經被譽為數位天堂 校園裡的Wi-Fi到處都可以用 不管你遇上什麼問題 打開淡江挨生活就對了 阿倫 阿倫 其實我們知道教室在這裡啊 我剛剛找超久了 而且我沒有帶給你課表 你不是要手機嗎 手機 手機能幹嘛 你不是知道淡江挨生活可以查課表嗎 真的假的 怎麼用 對啊 你就打開淡江挨生活 然後點我是學生 我的課表 你看這不就有了 而且它還可以查詢考試小表 還有其中期末成績喔 好方便喔 我要趕快去下載 沒錯 淡江挨生活就是這麼好用 還可以查詢淡水捷運站與淡江之間接駁公車的即時動態 還有許多淡江生活上常用的資訊喔 淡大不僅有美麗的校園 圖書館設備更是一級棒 在這裡不用擔心找不到想要的書 只要到資訊檢索區動動手指 輸入書名就可以找到了喔 另外也有提供廢書資料給學生運用 不僅可以在校觀看也可以外借回家喔 圖書館還有各式各樣的書籍 更提供舒適的空間給學生們自習 實際上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資訊系統 應該是叫做校務資訊管理系統 那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軟體系統 我們學校的各個行政單位的所用的軟體系統 都涵蓋在這個校務管理資訊系統裡面 我們同學比較能夠感受到的就是這個教務系統 教務系統當然包括我們幾次選課系統 我們這些註冊相關的系統 我們大概老師比較用的就是教學資源平台 還有Moodle軟體系統 這是協助老師教學用的一些這個系統平台 我們學校最早的可以說是這個 就我們比較傳統的所謂這個遠距師課程 這個包含了這個同步的還有非同步的這些遠距課程 那當然我們還有開設很多國際遠距課程 套用一句手機業者的著名廣告台詞 只有遠傳沒有距離 淡大這幾年致力於推廣數位化網路課程 如遠距與Mosk等課程 創造無遠佛界的學習環境 建造以環宇為家的淡江網路校園 與國際上多所大學包括美國馬里蘭大學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和日本早稻田大學等 進行遠距學術研討與課程交流 讓每一位虛擬校園中的學習者隨時隨地都能獲得資訊 享受豐富多樣的學習內容 學校有24小時開放的電腦教室 還有各種免費線上雲端軟體 網路化的語言學習站 提供學生學習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日文、德文等多國語言 最後別忘了你還可以上網匿名填寫教學評鑑 提供授課老師意見以便改善教學 共同營造友善又有力的教學環境 我們看到這個資訊話 我們可以說從我們電腦時代 電腦時代我們進步到網路時代 網路時代以後我們再進步到所謂的行動雲端科技 行動雲端科技再往前進一步 我們叫做智慧科技 在未來幾年我們希望能夠發展智慧科技 就是要利用物聯網的技術加上大數據的分析 讓我們能夠在我們的校園的各地 隨時都能夠收集到即時的一些資料或者資訊 然後立刻進行雲端計算分析 能夠提供我們學生最新最即時的重要訊息 這樣可以讓我們同學在我們淡江的校園裡面 可以說是在一個非常便利安全美好的一個生活與學習環境 你的校園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